住在七堵区开源路48号附近的住户 向当地震光里长邱继宴和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住户因为配合基隆市政府推动的污水下水道 加户后向接管工程 自行拆除违建物 反而造成原本隐藏在家里面的瓦斯卵管一堆 悬空外露在户外 住户担心万一老鼠啃咬 或是一个不小心扯断又有人抽烟 引发气暴该怎么办 重点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拉斯公都在外面 小孩如果选举降到什么 回去不小心一个火源 我们就是瓦斯气爆 这一整条巷子的居民 没有办法为了你一点点小政策 害我们整个气飞狗跳 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七堵镇光里长邱继宴和市议员张耿辉都认为 住户为了配合市政府政策 去年拆除掉违建物后 担心瓦斯卵管外露问题已经好几个月 基隆市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想办法改善 因为现在瓦斯县一直外露 所以说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担忧 而附近的居民看到这个情况下 也不敢自行的拆除后面的违建 所以说造就成现在进退两难 后来他们第一是先担心 万一将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万一气爆的话 他们生命安全谁来帮他们做保障 第二政府现在推行污水管线 他们要自行拆除配合 也不敢拆除配合 所以说造就成现在两难的情况下 被人家破坏还是被老鼠咬破 这都是会容易发生瓦斯外泄 瓦斯外泄容易就是造成 加上这都是说一个死角的话 人家在那边抽烟的话等等的话 容易发生爆炸 那我想我们相关单位市府相关单位要责乎旁质 立即的来请我们瓦斯公司相关单位到地址来处理 市议员张耿辉也特地找来负责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市政府公务处下水道科长现场查看 科长表示将会找新农瓦斯公司先帮外漏瓦斯软管做假固定避免危险 过程中事实上我们跟新农都有做密切联系 就是说我们搭配了以后 施工中的阶段他会来进行把管线先排除在旁边这样子 当然是个临时性的假固定 新阶段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我们赶快先进来做这样子 里长指出由于开原路这段污水下水道主干管工程 预估最快要到今年年底才能贯通 也才能接着做加户接管工程 还要9个月以上的时间 让住户更害怕瓦斯软管外漏时间长达一年以上 也造成已经有住户因为害怕而不想配合这项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 记者吴俊松 基隆采访报导 走路上班为了省钱 不吃大餐为了省钱 不开电灯还是为了省钱 省钱看这边 BB宽屏120MHz要888 宿尼高画质频道 无线WiFi 711商品卡 超支价格高速频宽 内行人的3A上网罚宝 给您A3 A好看还有A服务哦 快打2165 3152